打擊輪到的是小潑流符號 第一個球是偏內側的壞球 頓一下之後 還是可以用到下半身 什麼打擊的姿勢 不會變得比較不好 他這一頓 你看那個打擊那個power position 都還存在的 那個拉弓拉得還緊緊的 並沒有鬆掉 彈出去的力量還存在 這個球賺田樹 搶下的好球 行傳也好也壞 這個球還向後一退 彩盤盤好球 他退是蠻合理的 大家等一下看一下 這一塊突出來了 這一塊 因為他肋骨受傷 對 這種球在近身的時候 難免會有一些意 賽前他是告訴我說 他不會想那麼多了 但是你看這一塊保護在這裡 我怎麼會怕 對啊 借壞球 球數形成兩號球 一壞球了 鄭田樹的危機 因為只有一分的差距 一分的領先而已 他今天帶這個 附在他的左胸這個地方 這一塊 比較不會影響 比較不會影響他的打擊 一開始 用那個跆拳道那個 整個身體 他說要旋轉都沒辦法 跆拳道的護具 對 就在這一個 這一塊大家有看 突出來了 對 劉福豪過去八場比賽沒有打點 這是得點心的打擊機會 本來後方的界外球 還是形成良好一壞 劉福豪今年球季 得點心有跑者打擊率是一成五四 其實 因為劉福豪到目前為止 打擊率只有一成六 一成六 今年他也是一直 這個受到傷勢的影響 去年 去年開刀還可以很神速的復原 結果沒有想到又 遭到促身球 拼動精神真好 真的是 一位好選手 敬業精神夠 因為統一師隊的外野原本競爭很激烈 不過現在真的傷兵爆多 傷兵 傷兵各隊都有 那會有這麼多的傷兵 其實這一次這四隊的實力在博壯之間 然後每一位選手在今年那種 拚鬥的精神展現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那種 那些diving catch 然後鋪雷整個動作很多 這個球轟到的是在左腕野方向 劉富豪 這個球 撥住了 三分 拋 拋 小破 劉富豪 打出了三分打底的學雷達 又跳投了三分球了 就像亞洲世邦大賽一樣 哇 三分球 轟出去了 現在統一師隊將分數給逆轉了 這場比賽統一師隊的得分都是靠拳雷達 卡斯蒂的兩分炮以及劉富豪的三分炮 市隊是五比三 兩分反而是領先的新東牛隊了 正田樹這場比賽被打了兩支拳雷達 哇 慘兜了好幾個球 球數還良好儀化 結果被劉富豪打了三分打點的拳雷達 劉富豪今年球技第一支的拳雷達 這個球在正中央順勢這樣的拉打動作 掌握得非常的好 同一可怕的就是這種拳雷達的展現 對 兩出局了 對 而且這個半局是從高國慶一個 兩出局之後 從高國慶的三不管地帶的安打開始 這個整個非常的順暢的一個揮棒的軌跡 不夠帥 而且我們看到擠彎球之後 最後那個儀式把它做得非常的完整 一